我同时拥有圆形和方片这么两个系统 我呢特别喜欢这个圆形 小巧带起来非常的方便 每次用完了之后就把它放在镜头前边 哪怕就是忘了拿就放回包里边 特别的省事 当我需要认真的去拍摄日出日落 或者是延时的时候呢 我会更倾向于用这个方片的滤镜 因为它的G&D滤镜的位置呢 可调的范围特别的大 所以在使用起来呢特别的安心 所以其实呢在纠结是到底买圆形 还是方片滤镜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 G&D滤镜是您选择到底买哪个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难道在这个圆形和方片滤镜系统之间 就没有一个中和的选择 能够很好的平衡这两套系统的优势和劣势吗 今天呢咱们就来测试一下 卡瑟最新推出的这个金刚狼四代 虽然它也是圆形的滤镜系统 但是呢它的G&D覆盖范围呢是可调的 那这就颠覆了圆形磁吸滤镜系统 在G&D覆盖范围上不可调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弊端 那么咱们今天来看一看这套滤镜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如果单从外观来对比的话呢 您可以看到这个金刚狼四代它体积呢是介乎于这个方片和传统原型的这个两者之间的 那确实呢这会给背包节省一定的空间 您看我平时戴的这个方片的滤镜 它在整体的体积上呢还是比较的偏大的 我平时呢会把它放在背包的顶端 像我这个35的背包放了我这个铠甲的滤镜 几乎呢就没有这么太多其他的空间可以装东西了 那相比方片滤镜系统呢 这个圆形的滤镜系统就要更适合咱们去旅行了 更方便于携带 在重量上呢由于这个金刚狼的四代 您看它是带有什么一个支架的 所以在整体的重量上呢 肯定是要比这个传统的这种圆形的要稍微的重一点 那如果就这样拿在手上去对比的话 那边发现它和我这个方片的支架 其实在体积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看上去都差不太多 而且从重量上呢 它们俩几乎也是同样的重量 今天这个天气绝对算不上是一个拍照片的好天气 但是呢测试滤镜绝对没有问题 我先把这个转接环给上上 把这套滤镜的转接环和我那套阿门铠甲是完全一样的 你可以在这转接环上就看见 它就写着阿门呢 所以它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这个滤镜支架呢 它的这个外侧是活动的 再不安装滤镜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 有点松动的感觉 这上面有一个调整碎条角度的小旋钮 把它放在最上面 咱们先来拍摄一张没有滤镜的 它的CPL滤镜还是82毫米口径的 因为锡在最内侧嘛 所以82的问题不大 我这个镜头它就是82的 这个是CPL的效果 咱们再来测试一个它的这个CPL 加上ND减光滤镜 因为它这个是圆形的GIND 所以在安装的时候呢 还是得看一下它的这个渐边效果 别给装的太歪了 因为它镶上之后呢 就不太好调整了 这个和咱们方片还是有挺大的区别 现在就算西上了 然后我通过这个外侧 来调节它覆盖的范围 可以尝试几个不同的 这个是它放到最下方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构图 比较偏下三分之一的话 那么将它向下移动一点 可能效果要更好 咱们看看它这个覆盖范围可以到多少 跟上一张长曝光比它的这个GIND渐变的效果 还是挺明显的 然后咱们再调一个上三分之一 看看它效果是什么样 快门速度20秒 可以看到在叠加三片滤镜并且移动的时候呢 在我的这个镜头上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暗角 如果我放在中间二分之一 不动我看看这个暗角还会有 三片滤镜叠加在一起虽然没那么常见 但是还是会用到的 毕竟咱们买着一套滤镜 还是会需要用到它所有的功能的 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那么有一部分的功能使用起来比较跋脚 确实会阻碍我们想要去购买这套产品的 这么一个决心 似乎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 好像也能看到一点点 在没有叠加那片ND的时候 那么这个滤镜它就会向内侧更靠近一点了 所以就不那么容易出现暗角了 这个滤镜的整体的设计呢 实际上没有这套方片的铠甲 在设计上有那么的精细 从它的质感和细节的设计上 都没有铠甲的这一个系列要做的更好 但是您别忘了 这套滤镜跟铠甲的价钱可差的太远了 现在呢我准备在我这个1635上 再测试一下这套滤镜 那由于我这个1635呢 它是77毫米口径的 而我这一套滤镜呢它是82毫米口径的 所以呢我使用一个转接环 那如果您手上有很多个镜头 它的镜头口径是不一样的 那么购买多个转接环 共享一套滤镜系统 是一个比较少钱的一个方案 在我来看如果和方片滤镜去比的话呢 它的这个覆盖范围还是有点太局限了 已经它只能在这个框架上面移动一点点 那像我平时用超广角的时候 我可能会把我的整片的GND滤镜呢 往下对到头 那在这个套滤镜之加上呢 这一点呢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然后呢咱们再试一个最上 现在我只是测试了两片滤镜就已经出现了暗角 我想咱们就不用再测试三片叠加了 但是当我把这个镜头稍微的变焦一下 我现在变焦到了20 这个暗角就消失了 滤镜叠加出现暗角 是在超广角镜头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像圆形的滤镜呢 这个问题就特别的严重 所以如果说是针对纯风光摄影来讲的 我个人的建议还是咱们一步到位 挺贵的东西 咱们直接就买好一点的 但如果说您平时拍摄的这种风光呢 其实并不多 那您也不经常使用超广角的镜头 偶尔拍一些风光 或者说是旅行的时候想拍一些这种景色的话 那我倒觉得圆形或者是这个比较中和的这种可调的圆形滤镜呢 还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您别忘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方形滤镜的价格呀 真的是还挺贵的 我都不说我这套滤镜多少钱了啊 总之圆形滤镜和这套金刚狼的圆形可调G&D的这个套装呢 还是会比方片滤镜在预算上面呢 会给您更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 那么对于这套金刚狼四代的购买意见呢 我个人的想法是呢 如果这是您的第一套滤镜 那么也就是说您手上没有任何滤镜 这是您第一次想要去尝试介入风光滤镜系统 如果普通的那种圆形拧在镜头前面的滤镜 让您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 想要有稍微大一点的空间 又没有过多的预算想要直接的一步到位去购买方形的滤镜 那么确实这套滤镜呢是一个比较中和的一个选择 但是它还是有个缺点 就是它的体验其实也没那么的小 但是当然它比方片滤镜要小很多了 所以您看便携和可操控性 咱们就只能妥协一边了 还有呢您别忘了去看一下 这套滤镜它在未来升级的价格 是否能够在您的预算范围之内 因为你买这一套基础套装之后呢 以后玩的多了玩的好了 肯定是还会要去再买更多的滤镜来使用在这套系统上的 那么单片滤镜的价格呢 我认为也是需要考量一下的 您肯定不希望在未来升级的时候才发现 每一片滤镜都超级的贵 那么这一套系统呢就不划算了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比较合理的预算分析 再来决定购买哪一套系统 因为这一套系统投资下去呢 它就会是一个非常长久的事情 这个设备买了用的频率越高 那么它就越划算 性价比就越高 如果买来之后放在那不用的话 多好它都是个浪费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您别忘了进我的频道里去查看更多 与滤镜和相机拍摄有关的技巧和视频 相信会对您的购买滤镜 还有平时使用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